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金庸老爷子 其他的很多老艺人也不怎么出来拍戏 都是半隐退的状态 不免的就有一点荒凉之感 去搜了一下罗家良 肝癌传门去年就有 去年11月 罗家良戴着口罩帽子进了香港一家癌症医疗中心 狗仔说他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 返回酒店后 在附近的餐馆吃东西 也没吃多少就吃不下了 进癌症医院加申请销售 吃不下 于是传出了他肝癌的消息 香港渔记也说 罗家良患癌并不是空穴来风 几方一传 从去年到今年 肝癌变成了肝癌晚期 粉丝都吓坏了 报纸对老艺人的关怀和心门的真实性 跑去翻了一下罗家良的社交媒体 真的是离了个大铺 最身体 最气色 比一般的熬夜党都好吧 像是肝癌晚期 不过倒是让我想起了很古早时期的一些奇葩传闻 你们应该多多少少有听过 前几年赵本山没怎么露面之后就一直被传去世 传的是有鼻子有眼 连灵堂都有了 可是人家活得好好的 去年还穿着裤子短袖在片场 师傅被传 徒弟小沈阳也是莫名其妙的被传车祸去世 爆料人连车祸照片都有 后来小沈阳没办法 晒了个和媳妇的合照 例证自己还活在人间 再往前数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卓一婷 真是深受传闻之害 卓一婷同心出道 靠翻唱台湾流行的口水歌出名 与杨玉盈是并列田姐 现在看可能有点土 但当时她的恭喜发财很红 家家户户过年都拿CD出来放 当时有一个名为卓一婷的香港艺人在车祸中去世 因为同名谐音 恰好那段时间卓一婷因为身体不适离开了舞台两年 于是传出她死亡的消息 在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 消息必塞 这一传闻就越传越广 越传越久 也就有很多人都相信了 传言给她带来不少麻烦 总被怀疑时髦排货 有时要拿护照拍照以艳明真身 有时演出单位要在审创单上注明如非本人 怨负相关责任的承诺 奇葩的是 有一次卓一婷在深圳一家影剧院演出 不少花了200多元买票入场的观众认为此卓一婷不是当年的纯情女郎卓一婷投诉消费欺诈 说那是她的伤胞胎妹妹 最后卓一婷没办法发来一个微博郑重声明 她活得好好的 也没有伤胞胎妹妹 现在长这样 40岁 结婚生女 保养得挺好 除开被传去世 还有一些其他的离谱传闻 2004年超女季军张韩韵 一手酸酸甜甜就是我让她走红 红时张韩韵才15岁 走的是清纯少女路线 结果没几年 她的清纯少女差点被谣言摧毁 2007年张韩韵传出拍半果照 一组照片在网上疯传 张韩韵委屈得痛哭失声 说那根本不是她的照片 后来粉丝找出了这组照片的原始出处 即使是日本女星 张韩韵是被PS上去的 不只是这个 当年还漫天传她被某某了 几乎传言 差点是毁了张韩韵 再说一个比较离谱的 传刘亦菲是男人 后来刘亦菲小时候的照片陆续曝光 从几岁到十几岁都有 你告诉我这是变性人 就连广为流传的说有猴杰的照片 也不是猴杰 是凹陷呀 当然了 今时不同往日 网友一代比一代聪明 明星发生的渠道也多 离谱传闻越来越少 但是 罗家良的肝癌传闻就依旧是令人无语 去年传一轮 今年又传一轮 也要欺负老一言胡了 说起罗家良 当年好歹是一代施奶杀兽 罗家良62年出生 中学毕业后去了一家建筑公司当会图员 人很上进 白天上班 晚上去夜校进修 因此认识了法妻方敏仪 方敏仪改变了她的命运 据罗家良说 当时是女朋友帮她报名参加无线电视新秀歌唱大赛 这一参加就入了行 很多香港劳艺人确实挺有才华 也很拼 罗家良一开始是唱歌 唱云海玉公园 秦始皇 平宗 侠影等多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后来进了TVB开始演电视 方敏仪也进入无线上班 她本身就长相英俊 宽额头 方脸 给人一种可靠之感 演商人 精英等强角色都很有说服力 后来 罗家良接着演了《义不容情》《天地难儿》《难兄难地》《天地豪情》《创世纪》《流金岁月》等 是TVB的顶梁柱之一 拿了三届TVB试地 背起捞家外号 抑郁能唱又能演 是全才 她还是第一个在红管开歌唱的TVB全约艺人 事业最风光时 罗家良公布了恋情 两人恋爱长跑十多年 1998年 36岁的罗家良与方敏仪结婚 1999年儿子出生 相识于微末 相伴数十在 风光后依旧在一起 能同甘 能共苦 是一段让人羡慕的感情 但事实难料 结婚第四年 两人婚姻就亮起了红灯 一向友好男人之称的罗家良宣布婚姻出交 计划跟妻子协议分居 当时呢 传出她和萱萱有绯闻 但萱萱否认了 说和罗家良是一节金蓝 媒体狭写 方敏仪也替萱萱和罗家良说好话 两人都是正人君子 这么说侮辱他们的人格 但是媒体采访时 夫妻俩手上的婚戒都拿了下来 可见确实是出现了问题 罗家良转到内地发展之后 方敏仪也带着孩子去探望 尽心经营 但最终还是结束了 2007年两人分居 2008年公布离婚 这里就要出现另一个女人 苏妍 内地女演员 演过世界中的马太太 方华中的舞蹈老师 她比罗家良小时二岁 2007年底 两人合作完美结局认识 这一搭档就擦出了火花 2008年 罗家良宣布离婚 2009年1月30日 与苏妍大办婚礼 因为刚离婚就又结婚 时间太接近 不少人认为罗家良劈腿 抛弃了曹康之妻 这也导致罗家良之后 名声一直不好 尤其在后来 有关她的私生活新闻 基本都是负面的 多亏了前妻力挽狂澜 2010年 媒体报道 罗家良为了讨好现任 购买了3000万英尺的 豪宅送给苏妍 只顾与苏妍风流快活 却对前妻及10岁的儿子 不闻不问 前妻力挺罗家良 说媒体报道不实 一些采访也不代表她的意见 2013年 前妻和现任老婆一起吃饭 媒体报道是 罗家良拿了8000块 逼前妻哄现任老婆 营造融洽假象 前妻也是力挺罗家良 说太夸张了 自己不至于缺这8000块 打工也能赚到 包括外界一直都有传 罗家良离婚时精神出户 房子和财产都给了前妻 所以啊 扎与不扎 前妻的评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抛弃曹康之妻 本会被骂复兴 薄琴 但是罗家良因为有一个豁达的前妻 每次出现负面新闻都力挺 让这件事情变成了家事 外人不好插手 现在罗家良一人养两家 快60岁的年纪依旧很拼 跑商业 做直播 很多网友不能接受 觉得TVB一哥出来卖唱捞金 就一句话 别觉得心酸 60岁的人还在工作 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说明他还有价值 即便这工作看起来没有以前体面 但商演直播又怎样 依旧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况且 你觉得心酸 人家一场商演 敌你好几年的存款 最心酸的莫过于自己的口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